大家好 又到了收市之后 DJMarkets的时间了 我是雷软盈 今天讲股方面 果然和昨天的预期一样 昨天和大家讲到耐心一点 似乎短期来讲整顾未完成 因为你见到很明显昨天虽然是反弹 但力度其实不是太强 支撑着大市的其实都是靠几类的股份 所以今天的回吐都是预期之内 再加上特别今天内地股市非常不走 我们不如看看今天讲股的表现 今天来讲又调回走了 今天变成先升后回跌 刚才63点之后恒指一度升位861 但之后就截截后退 结果以全日最低位32,642点跌245点 跌幅0.9%收市 成交1768亿多 这是国际指数 今天来讲同样是先升后回跌 刚才58点之后曾经升过185 之后一度跌过140 终于收市跌 127,7134,34 跌幅1.3% 今天整个大市都是下地的股份佔多数 再看10只会有港股收市价 第一位是腾讯 腾讯 腾讯继续有消息 外电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7000腾讯计划火柏 京东和唯品汇 投资内地上市的生活用品 和服装公司海南支架 涉及资金100亿人民币 但今天股价仍要跌3.6% 收市460元收割跌0.78% 都说了 升后升得不加人多 实加人跌 港股收市跌5.6% 跌幅1.89% 国售跌1毫 中股跌3先 有帮保险跌过7 跌幅2.5% 曼洲国际仍然再升5先 升0.52% 其中这几天里面 很多朋友问到内人股 其实这两个多例子 跟大家说 内人股截至上升有原因 因为现在盈利修复 经过漫长两年的去杠杆 还有减债 你不要去争议 说它是股转债 总之就是债转股 总之就是一直这样去 令到现在的坏仗减少 而且盈利开始恢复 所以现在内人股 就是在炒盈利复甦 还有投资者对它的价值重股 所以即使升了这么多 劝商民继续 都是上调 内人股的目标价 麦格里上调也很重要 公行将它12目标价 由6.3大幅调高到9.4 中行4.5调高到5.9 建行7.5大幅调升到12.2 农行4.1调升到6元 投资平级是跑资大市 招行就由23元 轻微调升到24.4 投资平级就是跑输大市 最主要就是因为 最近真的累积太多的升幅 交行4.9调高到6.7 跟着中信银行4.3调高到6.4 民生银行就由6.8调升到7.6 三只股份在投资平级 都是由跑输大市调高到中性 今天来说内人股的表现是普跌 不过跌幅都是百分之一之内 是建行跌百分之一 叫跌跌得多 其余都是少于百分之一 其实有机会调整多一点 内人股反而是一个买入的机会 除此之外 再去看内房股 今天轮到哪个都好几间劝商 出了内房股的研究报告 德银将一系列的内房股 中国有最新的目标价 中国海外12个目标价 30.63调高到34.91 龙湖地产23.17调高到30.29 华远之地27.11调高到37.01 用创中国46元 轻微调高到46.52 碧桂圆18.12 轻微调高到19.9 五只股份的投资平级都是买入 还有中国恒大 26.5的目标价 8条高到30.01 投资平级是持有 西华房地产19.01 一条高到27.58 中国金贸3.81 一条高到56.3 旭暉4.82 调升到7.99 万科企业41.38 调高到45.24 四只股份投资平级都是买入 还有远洋集团 由5.27条高到6.83 投资平级是买入 轻微调低到持有 龙光地产10.95 调高到13.15 投资平级是买入 雅基督9.4 大幅调升到16.08 投资平级是持有 调升到买入 新城发展8.26 调高到8.88 合景太傅12.88 调高到15.48 两只均投资平级都是买入 还有这三只 六成中国9.13 大幅调升到14.09 投资平级是持有 中国奥元有7 调高到8.4 中晋置业4.57 调高到5.23 两只均投资平级都是买入 除了德银之外 另外瑞银也是将万科企业的 12个目标价由30.5 大幅调高到49.56 投资平级是买入 但内房股今日个别发展 一线内房股仍然维持升幅 有中国海外升4% 龙湖升4.1 华人质地升3.7 但融创显着6.5% 不是跌幅较大的一线内房股 一线美的内房股仍然维持升幅 升幅较大的就是 旭辉升3.4 接着就是世贸房地产升2.8 二线内房股仍然有不错 升幅有保农地产升3.3 接着就是中进置业升5.7% 但保利置业、合生创展和余洲都是下跌 三线内房股里面 就是时代地产升5.5% 和融顺中国升7.3% 升幅较大 大力高 华南盛和中国澳元都是下跌 再看赌业股 赌业股方面 大家每逢1号等的就是澳门博彩收入 1月262.6万澳门元 按年升136.4% 远比市场预期好 2017年全年合计 2657多澳门元 按年升19.1% 澳门股今天也算是难得的 有不错表现的板块 除了永利和金沙跌之外 其余都有陆德升幅的澳博 是升到最美的升1.7% 另外几只升幅不够1% 除了澳门股之外 还有通讯股 通讯设备股里面都有些消息 包括中兴通讯 中兴通讯就是配股集资 计划发行不少于6.8600万股 向不多于10名的指定对象 去配售这些股份 集资金额是130亿人民币 集资用途主要是用于35G的研究 和产品开发 有剩的就是做营运资金 但今天的通讯设备股 都是好跌 其中就是以中英通讯配股 这只股份跌幅最大跌6.8% 跟着长飞光纤跌6.3% 都是跌幅较大的通讯设备股 其实今天普遍都是普涨 普跌为主 还有看这一版股份 航空股这段时间累积不少升幅 因为政策对它利好 那瑞信最新的报告都说 其实短期来说 对于航空股的利好政策 包括可以加机票 可以加机票票价 还有运力上升 这些短期来说 其实股价反映了 因为累积太大升幅 但为何他们仍然都比 三只内地航空股的投资平均 跑龙大使呢 因为他们觉得 长远来说 他们将会 炒完这一阵之后 长远来说 在票价方面 还有机会是会进一步增加的 加上油价 现在相对来说 比较平均 对他们都有理 所以除了跑龙大使之外 他们将东航的12个月目标价 定是7.8 南航在9.8 国航是11.6 但今天航空股 今天来说是普跌 其中跌幅较大 就是南航跌3.1 跟着东航跌1.6 其实有机会 航股调整深一点 都是可以考虑的股份 另外个别发展的股份板块 包括有汽车零件商 信邦控股升5.3% 和信二波 升5.5% 升5.5% 是升幅较大的汽车零售股 在个别发展员 都是上升股份较多的板块 还有就是钢铁股 钢铁股 与优园升幅较大 升5.5% 另外阳光和九龙之业 升不够1% 再看就是联想 联想继续出业绩 都会令人失望 联想集团公布上季的业绩 转盈利由盈利9000 去年同期的9000多万 转为亏损2.8900万美元 收入按年升6.3% 有129亿多美元 毛利率按年升9.8% 有17亿多 联想继续都没有什么特别起色 他一直希望做得好的手机业务 暂时都仍然是下跌在收入方面 主要都是靠着PC 但是PC 我们现在想一下 你多久没有换过新的PC 更好 所以在税球放缓之下 联想他就说过 他们下一步就要搞AI和弘端 但是现在还没办法 所以今天联想来就算不错了 股价跌了2.7% 一跌2.2% 收入4.39% 好 今天来说 十大股份出现了几只股份 这只就是863 升幅最大的品牌中国 他昨天公布控股权逆手 交易触发全面收购 他连续第二天是炒高的 今天再升4.24% 升幅近59% 收11.44% 另外排第四位的贸易国际 他发行起 预期去年盈利大约有11亿至13亿人民币 按年增加8.82倍至10.61倍 今天伏牌 估计显著升近两成 升6.97% 还有就是排第六位的营建医疗 他也发行起 预期去年盈利 将会按年增加大约1.2倍 不过也只有460万 我们别管 今天伏价升1.7% 升3.4%收量2.9% 但今天跌幅显著 可以说是A股中的深圳 新闻创业板今天反复升过22点之后 哇 股价很跌 下午最差跌过323点 收市跌了295 收11,864 跌幅2.65% 而同样在深圳的A股创业板指数 今天反复升过11点之后 也都是以全日最低位1,697 跌了37点收市 跌幅2.2% 是上证指数就好些 反复升过15点之后 最差跌是56 收市中跌33 到3446 跌了0.97 成交增加到2928亿多人民币 好 昨天跟大家说 似乎今次短期来说 市场都是要调整一下 未买的朋友可以耐心一点 其实你说什么特别坏因素 因素没有什么特别坏因素 第一就是内地股市跌得比较急 特别是深圳 还有就是内地股市都升了一大阵 大家都很想等调整一下 特别就讲讲一下 很快有多过农历年 所以投资者可能会谨慎一点 此其二就是 美国股市跌幅显著 昨天没有反映到 但是昨天他都反弹佛力 所以暂时被投资者找到借口 可以去计计数 但我觉得反而市有机会调整 很深一点 反而是一个给大家入货的机会 可能你会说 如果真的很高 在33000楼上买了的朋友 那怎么办 我相信如果你能买到33000楼上 买得的话 你应该是分住买入 而且应该是买一些 相对落后一点的股份 或者是一些强势股 我心目中的强势股 就是那个煎羊三宝 大家知道我那个煎羊三宝 即是700腾讯 2300平保 和308港交所 你买得这些股份 即是无论落后一点的股份 或者是三种强势股 你应该是分段买入的 那如果分段买入的话 如果真的跌深一点 我就买到第二柱 但是总之 总括来说 就是反复上升的走势 应该是不变的 但是其中一个回合 昨天他都说到了 其实凡事 其实资金由债券市场流出来 流走 其实是好事 对于股市 但是任何一个市场 我们都不喜欢看到它跌得急 或者是升得急 那你如果债券价格跌得急 即是知识升得急的话 就当然会有一个短期 不是太利好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触发市场回一回 那就好了 大家有机会可以便宜些买东西 但是总之来说 就是资金由债券市场流出 是支持着股市去上升的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就是今年来说 就是炒很多企业的盈利复苏 以及就是经济复苏 所以暂时的看法都是反复上升 反复就是会升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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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大涨小回 一月都升了成3000点 大家很想找个借口出来 调整一下 又是怎么不奇怪呢 好 所以就不用担心 如果你说三晚三点 楼上买了一注的话 那就耐心点 如果你不是拿住那些 用来炒的股份的话 那就耐心点 让他回多一点 买第二注 好 看看今天是谁在这里 Hello 有Chris Mann 有Chilling Line 有PC Hunter 有Tammy 有陈建辉 月盈 你好 月盈玲 有Rick Choi Sun Little Leo Lam 今天输了 今天输了 不要紧了 每天都赢了 每天赢了 给人赢赢了 Eugene WC 有大飞合 Michael Kong Calvin Lee 还有Loka Lo Ha Chow 还有Milano JR Lin Senna Leona Lai E-Mac Wong Hello BML 还有Gary Poon 丁丁 Curt 好 那说完大市的看法 不如都用我们 信报的股票追势工具 EJFQ 信息 和大家看看各别股份 好 看看哪个 今天有Eugene Eugene WC 想看看6030 好 6030 这个就是中信证券 EUJFQ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由于时间所限 我们很喜欢看最快的这两个工具 这个叫FA 这个叫RA Plus RA Plus 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图表 如果它显示 它集合了很多种不同的技术分析 走到一个图表 就告诉大家 它现在的相对动力和相对表现是怎样 最理想的就是在领先区 但是最理想的就是在领先区 那个走势还要向东北走 虽然现在6030的RA Plus 虽然仍然是领先区 但是它现在往下走 如果想玩短舌的朋友 就在看点 如果当它一到这里 甚至想穿的话 可能短期要计算 因为显示它的相对动力就减弱 如果你是短打的朋友 最重要就是那个动力够 如果去看它的基本因素 可以看另外一个叫FA Plus的工具 我们先看看分析员怎么看 都挺分歧的 七个分析员的看法是买入 或者增持八个看持有 但是距离分析员的平均目标价 现股价已经超出了3.5%了 在市盈率方面 纵信证券现在是怎样呢 如果从估值的角度 从估值的角度 在过去两年来说 它都一来到这里 见面到 都好像有些相片回头 那不怪得了 短期来说 也有些超买 明明怎么看呢 看这个叫做估值区间图 我们就要看一段时间 就不可以只看一次两次 可能你说 喂不是啊 2015年这些 可以去到这么紧要的 那你要想一下 当时发生什么事 当时就是A股大时代 那时候 当然可以去到这么夸张 但是经过了A股大时代之后 真的A股一直都是横行的 所以我们看过去两年 会比较适合些 都是见到以前费1 差不多碰到这条线 这条线就是中位数的 一个标准差 就有些相片回头 所以密切留意住 如果你是玩短打的朋友 但是你说中线小小又怎样呢 中线小小 我又觉得不是很担心的 如果你 就是由于我相信 就是由于我相信 三百八港交所还未升完 因为今年有很多新股 还有很多新股 会来上市 还有就是成交增加了 还有就是北水圆圆不绝 那港股似乎是进入了另一个时代 所以如果港交所的股价 会是一路做好的话 就是劝商股 应该不会太差 虽然你说6030是内地劝商股 那内地A股 现在差不多是全球最便宜的股市之一 其实现在A股也是在炒一些盈利收服 还有国家的经济增长似乎稳定下来 所以其实A股这么便宜 始终都是会受到投资者去水清的 其实A股只是升得慢而已 其实它都默默地在上升 所以6030 短期来说 那你见超买完之后 超买到那天 是去到88.83的14厘RSI 那接着现在回回 那希望第一步 那20天线19的44厘 就先守住 好 那接着呢 再看看另外一位朋友 好 带完Eugine WC的问题 可以回答一下Loha Chow 135 Loha Chow想看135 昆仑能源 昆仑能源 现在的RA Plus图显示 哎呀当然不好 虽然商的动力开始加强 但仍然在落后区 我宁愿它起码都来到这里 我才再想 如果从RA Plus的指示 那如果在基比因素方面又怎样呢 看看它的RA Plus RA Plus RA Plus显示 11个投资者的看法 认为是买入 或者增持 四个认为持有 距离分析完平均目标价 现在还有11.9%的潜在升幅 市盈率现在是不便宜的 它一直在下面横行 好 那看到的市销率 都是不贵的 从估值的角度 但是从RA Plus显示 似乎未是买入的时候 可以耐心一点 好 接着还有Calvin Lee 说打算184 3.5毫半 3.7毫半 然后穿1元 就少注入 184是什么 我不懂 我不太记得 我先看看 哦 那你拿来炒的股份 这些炒味那么浓的话 炒味那么浓的话 就eprint 好 1884 其实炒股呢 就是怎样呢 就是人勇你勇 人走你走 哇 这股份这样 大成交姿态地 刹跌下来的话 虽然你可以富贵遣中求 但是我个人就喜欢 大成交刹跌下来 简直是 你想想 哇 好像一把刀砍下来 一棍一棍一棍 他也想想 连环非都这样 扔下来扔到手都没有 一元楼下又闹过 那我宁愿他再上来 第一扔我再去想 炒股 炒股就是要 市场在这儿 和成交狗才去想 好 接着 Milano JR Linzen 想看2883 或者3337 看一只 好吗 留点机会给 那就看2883 中外油田服务 好 根据RA plus 显示 哎呀 由零线区 走到转叉区 无论是相对动力 和相对表现 都转弱了 炒短线的话 应该早在这儿 已经走了 那如果你说 要买回的话 应该让它走回头 去到这儿 那么长时间 再买 就是走回头 就不是这个时候主要 如果根据RA plus 的显示 如果根据RA plus 的显示 它的基本因素方面 现在五个分析员的看法 认为买入或者增持 六个体持有 四个体沽出 它连分析员的平均目标 已经超过了3% 即是它的估值 不是特别吸引 它的市销率方面 过去两年 都似乎差不多 碰到中位数上回头 那要想一想 好 那这个就是2883 中海油田服务 还有Leona Lai 想看下4条3篇号的恒大 一直够了 这些是高费股 这些是高费股 好 恒大根据RA plus 图显示 嗯 相对动力 没有加强 没有转弱 因为它在横行 但是相对表现 就在这边走 理想的就是 等它踢回来 来到这边 才买入会好些 那 至于它的 FA plus 显示它的基本因素有点 哇 地产固体市场率 很贵 现在在估值角度上 它就很贵 你看大幅超出了市场率 去到中位数 两个标准差 还要以外 现在简直是去到三个标准差以外 估值方面就很贵了 市盈率方面 都会告诉你们 目标价又怎样呢 分析员有七个分析员 就认为买入增持 十个认为持有 三个认为沽出 不过他们分析员 平均目标价了百分之十五点四的 潜在升幅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接着呢 EmacWong 你说看五号仔 三八八和八五七 嗯 怎么说呢 五号仔 我长期对它是有偏见的 就是自从金融海啸之后 我对它就有偏见了 因为它永远升 就升了万个人跌 它就一定跟大家一起跌 但是人家升的时候 人家升三个分析 它永远只是升三 升一个分析都算多了 所以就 只要三八八呢 我就觉得这只股份 会是今年的 其中一只必定要持有的股份 所以就 我不会走来走去 所以我们不如看八五七吧 八五七石油股 其实随着油价 一直往上走 石油股其实真的都做好很多了 但是石油股方面 八五七好 根据RAplus图显示 由转差距去领先区 其实应该是来到这一点的时候 如果玩短单 或者来到这一点 或者这一点都应该买入 不是现在才来的 但是现在才来的话 似乎还有机会 既然是这样 我们不如看看 它过去一年的RAplus走势是怎样 记住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 目的就是 想看看它究竟会不会重演 它又说在这里 它过去一年 它现在在这里 我站在这里 就是过去一年来说 它想看看 它算不算 现在的相对动力 和相对表现 都是最厉害的时候 如果是的话 就可能要留意 究竟它现在是 噢 刚才最好的时候来到这里 如果以过去 会跟回过一年的走势 现在都是未到的 好 从估值的角度 十三个分析员 看买入或者持有 十个 看买入或者增持 十个看持有 它分析员平均目标价 还有10.5%的潜传下升幅 它的市盈率方面 现在不算贵 市盈率都不算贵 咦 不是 如果以过去两年来说 那你就会说 咦 油价长期跌了几年 但是过去两年 就一直在低位徘徊 所以你看到它去到这里 这条线 就已经回头了 但现在油价 重拾升轨 所以它有机会 是可以突破过去两年 那个区间 所以这里又没有一部 通书看道路 它有机会再往上走 所以其实石油股 都是 我认为石油股 有机会深一点 的话 随着油价 今年上升 其实是可以考虑 股份的另外一些股份 好 BMLUnit 还想看看 358光西桶 358光西桶 它的IAplus 显示 哎哟 从而在转差区 不过 相对动力强了 但如果未买的朋友 根据IAplus 的启示 现在不买 来到这里才会想 无谓跟它挨夹 那如果根据IAplus 看看它的基本因素又如何 我分析员怎么看呢 8个分析员看 买入或者增持 7个看持有1个看沽出 距离分析的目标价 还有7.8%的潜在升幅 盈利预测走势 究竟是否往上调整 咦 是的 粉红色这条就是2018年的 每股盈利预测 看到一落一落 是往上调整 难怪它的股价一直上升 现在它在股值角度上 算不算贵呢 是不算的 还有如果分析员 是一直将它的每股盈利预测 往上调整 它有机会突破 它应该有机会再往上走 也不顶 所以358江西酮 是可以留意的股份 好另外就是939和1398 那不是可以的 但这些耐人股是可以想的 但这些耐人股是可以想的 但这些耐人股就是 累積了这么大升幅 我便稳定一点 累積了这么大升幅 累積了这么大升幅 怎样回一点才想想 刚才看到 其实这些耐人股 一直都给不同分析员的 难人股报告大家看 其实大部分 都是将它们的目标价 大幅调升的 那是可以想的 939和1398都 不过 唉 我会观望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 回多一点点 虽然现在就好像 14条RSI 稍为由 91.19的超高位 叫做回落到 现在是70.99 70.99 也算是比较贵的地步 那我就想看 趁现在 投资者这么想 可能过年次 想计算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 撿死鸡 让他回多一点点 才想 我可能猜到暂时没有货 我都密切困定 好 还有答到一个问题 就是Calvin Lee Calvin Lee说 184.367 你买了那些 那么激烈的股 炒股 刚才说了 炒股 就是根细炒的 就没什么技术可言的 根本就是 你玩炒的股 一向都是成交要救 如果连续抵了 两天 或者每一天跌的收市价 是跌低过昨天的收市价 跌低过昨天的低位 特别跌低过昨天的低位 就没有理会先走了 那你说哪一只好 炒股 你自己看着走 不懂回答你 我一定是跌定些 才再买 如果买炒股的话 好 好 来到这里 没办法了 不够时间了 不如明天再和大家解答 各别股份的问题 今晚 美国有很多经济数据 包括有一月的汽车销售 还有一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也有一月供应管理协会公布的制造业指数 又有12月建筑开支 又有第四季度工成本 还有人力资源公司 Changer Green Christmas 编制的美国私人公司削减职位量 还有就是上周天然气库存 还有还有 今晚有三大重磅股份 是会公布季度业绩 包括就是Google的母公司 Alphabet 也都有Apple 还有Amazon 所以今晚美国股市 真是吃足吃饭 就看看他们三大巨头的业绩是怎样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 留下今早开视前 饭口如在 和大家一起EJMarkets 拜拜